难题分的第三课 当然经过前面两次 我们的讲解相信大家已经慢慢的揭开了阅读理解的面纱 慢慢可以知道阅读理解这种东西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那么今天的第三课呢 我们也会跟之前的文章稍微有一些不同 我们先讲来做一个回顾 咱们在试听课的时候讲的是一篇散文叫寻面记 第一课呢 讲的也是一篇散文叫又到麦浪翻滚石 上一次课那个文章叫洞察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其实这三篇文章是非常非常像的 非常像的 他们其实都讲的是一个模型 这个模型就是以前虽然对吧 很穷但是活得很开心 现在虽然有钱了 但是过得不如意 原因就是这个物质越来越丰富 但是灵魂越来越空洞 越来越这个贫乏 讲都是这样的一些故事 所以说三个故事的模型 三个文章的模型 其实是本质上都是一致的 所以呢 我们虽然是讲阅读 有的时候可以对大家的写作也有一定的帮助 你会知道其实看上去那么多的文章 写来写去也就那么几种写作的套路 那么今天的第三课 我们要讲跟前面三篇不太一样的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叫做一显星海 显星海是咱们中国现代的一个很了不起的 这个作曲家音乐家 可以说是一个民族音乐家 那他最有名的作品 相信大家都已经听过 有的还会唱 对吧 叫黄河大合唱 就那个风在后 马在家 对吧 就这个歌 就这个显星海的 显星海的作品 那这个一显星海呢 是中国一个非常有名的作家叫毛顿 他写的一篇回忆性的文章 所以今天要讲的这节课 我们讲的是一篇写人的文章 那写人的文章在中考小生初乃至高考当中 也经常都会碰到 碰到这样的文章 我们怎么去阅读 怎么去理解 这是我们今天开始要跟大家讲的一个很重要的话题 好 那么在正式开讲之前 依然把我们的最重要的三点给大家列出来 也就是大家阅读做不好的三个重要原因 文章读不懂 是因为你没有作者思维 不明白作者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 也不明白作者是怎么去表达的 而第二个问题 题目的要求看不懂 刚才课前互动的时候 有同学跟我说 这次阅读考试 学校的单元册考的阅读理解 不是考的很好 那我相信你的主要原因一定会出在 题目要求看不懂 因为单元册通常情况下选择的题目 选择的这个文章难度不会太大 通常选择的文章难度比较简单 而如果文章难度简单 大家还是做不对的话 通常你犯的一个错误 叫做答非所问 就是别人问的是这个问题 你回答的是另一个问题 比如说在课下里 我在这个微信群里有家长 把孩子的这个上次的考试阅读卷子 拍了发给我 我一看上面的题目全部都是答非所问型的 比如说人家问的是填一填这个文章情节补充 就好像咱们前三节课讲到的 对吧 给你挖出几个空来补充一下文章的情节 他里面填的是对人的描写 这个孩子答的是描写 根本不是情节 这就属于没有看懂题目 没有看懂题目要求 还有一道题目的是用一个双音节的词 就是两个字来填这个答案 他根本没有用双音节词 写的都不是俩字 你说这种错误就属于典型的没看明白题目 就开始做题 都不知道别人让你干什么就开始做 那这种做法经常容易出现的问题 就是下笔前行离题万里 在做的时候是这样 有时候在写作文的时候更是这样 所以我们其实做文写不好的同学 做文写不好的同学 尤其上了初中之后 你往往容易犯的一个大的问题 就是你审题不准确 别人让你写的 跟你自己想写的是两个不同的题目 写出两个不同的文章 所以题目要求 大家一定要注意看懂 尤其这次如果你的这个学校里面 刚刚考完试 你考的不理想 你去看看是不是你的答案 没有符合人家的要求 第三个就是当你看完了之后 看完题目之后明白你应该回答什么问题 那么你在回答的时候你所使用的术语是否规范 是否能够参照我们平时的参考答案来慢慢慢慢的规范自己的答题用语 答题术语和你的答题套路 那下面的这两点我们又叫就叫他叫做出题人思维 就是把自己放在一个出题人的角度 去看这个题目啊 去理解这个题目 你自己去猜如果你是出卷子的老师怎么答能拿满分 当然这个需要你在客厦里经过反复的训练 对着答案反复的训练 而且做这个判断出题人的意图或者说呃 训练出题人的思维的一种很重要的方式就是自己去批卷子 你可以试着这样 就是自己做一套阅读题 做完之后拿过答案来 然后对着答案给自己判分 你看看什么时候就要给你扣分了 什么时候怎么答就不扣分 然后你再去想说这个出题人是怎么想的 那真正上了考抢的时候 你把自己变成出题人 在做题的时候就不会扣分 好 那么这是我们每次课之前都要跟大家强调的这个点 因为其实我们五十字课就是在反复训练你的这样的两种思维啊 一个叫作者思维 一个叫出题人思维 好了 废话不多说了 五分钟过去了 我们来讲一讲今天的文章 易显星海 这也是2010年北京的中考阅读题 中考的现代文阅读题 作者是毛顿 那么刚才我跟大家讲过 这篇文章啊 这是一篇写人的文章 所有的写人的文章 大家要注意 所有写人的文章 都是为了表达两个点 没有别的 就是为了表达两个点 第一个点是 这个人 他的特点是什么 第二个点就是 我如何看待这个人 这个我就是作者 第二个点就是 作者如何评价和看待这个人 所有的写人类的文章的终极目的 我们阅读的终极目的 就是弄明白这两点 其他都不重要 其他一定都不重要 因为 你想 如果你来写一篇文章 去写一个人 你会写什么呢 你不管怎么写 你最终 如果真的要表达什么的话 你表达出来的一定就是这两点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 我对这个人的态度 我对这个人的情感 以及我对这个人的评价 是什么样子的 你现在回想你所有读过的写人文章 全部都是如此 所以反过来 也要求大家 你们自己在写文章 去写一个人的时候 什么叫不会写作文 不会写作文 就是我写了这个人 写半天 我写了他长什么样 写了他有什么有意思的事 写完之后 我其实根本都不明白 我为什么要写这个人 我都不明白这个人 我到底想给这个读我文章的人 呈现出来的这个人的特点是什么 我也没弄明白说 我对这个人的评价是什么 这些都没想明白 就开始写作文 这就是你写作文失败的原因 那么我们在读这篇文章的时候 同时也就要明白写人的文章 应该怎么写 读这个别人写人的文章 我们应该怎么去读 所以看题目 我们知道 首先就应该知道 这是一篇写人的文章 那在你的脑子里面 明显一下子出现了两个大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这个险星海这个人 在矛盾的心理 到底他是一个什么样特点的人 第二个大问题就是 矛盾是如何评价险星海的 这就是读这篇文章的题目 可以提供给我们的两个主要的问题 那我们就要带着这两个问题去阅读题目 但是当然题目当中还有一个字叫做意 这个意是什么意思呢 意的意思当然是回忆了 我要回忆一个人 往往就代表着这个人不在眼前 对不对 至少说现在不在眼前 有可能这个人已经不在了 有可能这个人还在 只不过是很远了 很多年没有见了 我就回忆一下他 所以我写的一定是这个人的 以前发生的事情 那么读到题目之后 我们就应该明白整篇文章 如果是你 你是一个正常的文学写作者 你写出了意显星海这个题目的时候 你的文章会怎么写 你的文章一定写的是 显星海在我的回忆和印象当中 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 我写一些具体的事情 对吧 来代表他的一些特点 然后同时呢 在讲这个故事过程中 可能隔三差五的穿插着 我说出了我对这个人的评价 这就是这篇文章的 我们可以想象到的一个写法 那所有写人的 所有写人的文章 我刚才讲 都一定都是围绕着对这个人的特点 和对这个人的评价去写的 就是两个两个重要点 一是特点 二是对他的评价 我们回头来想想 不说别的 想想水浒传 我讲了那么多的水浒传 你想想 你想象一下 我在讲的时候 所有的我的理解 其实都是围绕这两个点去的 第一个点就是 比如说鲁志生 他是一个什么特点的人 粗中有戏 对不对 然后又比较鲁莽 那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施耐安在写的时候 对鲁志生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对吧 其实我们就是本着这样的角度 去理解作品 那你在去读这篇文章的时候 读一篇写人的文章的时候 也是一样的 就第一 这个显星海在矛盾的笔下 是一个有什么特点的人 第二 矛盾怎么评价 怎么看待显星海这个人 如果让他给显星海 写一个评语的话 你认为他会写什么样的评语 当然了 矛盾自己在写的时候 他一样作为一个作者 我在最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讲过 作者最害怕的事情是两个 一是我特别害怕 我写出来都是大白话 一点艺术感 一点美感都没有 比如二 显星海是一个大好人 这根本就不能写到文章里 明白吗 这是第一 作者害怕的 怕自己太俗 第二 怕自己太不俗 导致别人看不懂 我说一显星海 说了半天 我把我所有的想法都藏着 特别特别的严实 舞的特别严实 生怕被你看出来 最后你果然没看出来 我就哭了 写半天白写了 所以你在读这整篇文章的时候 你要试着去分辨 哪些是作者藏着舞着去写他特点的 而他哪些地方又是他特别害怕 你不明白 故意点出来 那些故意点出来的地方 一旦找到你就知道 这一定是阅读题的答案 因为这是作者亲自告诉你的东西 所以我们要这么来读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篇文章 文章题目叫一显星海 肯定写的是过去的事情 但是一上来这句话写的就很好玩 他说和显星海见面的时候已经是在听过他作品的演奏 读过了他的自传之后了 什么意思呢 说在我认识显星海之前 在我见到显星海之前 我已经听说过这个人了 我已经知道这个人了 知道的途径有两个 第一我听了他的作品 我听了一个演奏会 上面演奏的是他的作品 我知道这是显星海的作品 我了解了这么一个人 知道这么一个人 第二个是我读了显星海的自传 所以第一段告诉我们 显星海这个人留给矛盾的印象一定分为三步 第一步是我还没见这个人 但是我听到了他的作品 那我在想象当中 由他的作品带给我一个认识 一个评价 一个我能想象出来的显星海的特点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是我去读他的自传 我去读他自己是怎么写自己的 那读了他的自传 我可能对他又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而在这个时候 我是认为这个显星海这个人有什么特点 以及我是怎么评价这个人的 第三步 我见了面 我亲自见到了显星海 这个时候 跟我的想象能不能对得起来 不知道啊 反正一定会有一个新的认识 要么是加深了对以前的印象 要么是补足了 对不对 要么是颠覆了对以前的想象 所以一定有一个第三第三步的认识 所以光读第一段 我们就知道 这篇文章 你要真的明白矛盾这个人是怎么看待显星海的 你一定要明白 他一定分成三个步骤 第一步是听他作品的演奏 第二步是读他万言的自传 第三步是见到显星海本人 一定分成这三步 那么我们继续看下去 那一次我听到了黄河大合唱 好了 那就明白 这一段一定讲的是第一步 就是我还没见他 我是听到了对他作品的一个演奏 说据说那是小规模的 那次演奏的指挥是位青年音乐家朋友告诉我 要是显星海自认指挥演奏自当更精彩戏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听的这个作品不是显星海 自己本人演奏出来了 因为我没见他 但是别人告诉我说 如果他自己演奏的话会更精彩 你要注意这个更精彩是啥意思 意思就是现在已经很精彩了 但是如果是他自己来可能会更好 他说但我还是得老实说 尽管是小规模 尽管不是他亲自演奏的 但是演奏是十分美满的 尽管没有更精彩 就只是限于现在的这个层面的精彩 就已经震撼到我了 所以你明白 这个矛盾在最开始没有见到显星海 这个艺术家而只是听了他的黄河大合唱的时候 他的感觉就是对作品的评价就是精彩 而能写出这么精彩的作品的人 他的评价一定是很高的 那么我们看他整个的后面的这些词 说使我感动 对不对 又舒服又难受 使我感动 说那伟大的气魄 注意这个词 伟大的气魄 使人发生崇高的情感 好像灵魂洗过了澡 通过这样的一些描述 我们可以看出来 在最开始听到 仅仅听到显星海的作品的时候 这个矛盾对他的看法就已经出现了 什么样的看法呢 这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 这是第一 因为我说非常精彩 哪怕不是他亲自主护 我也觉得很精彩 我也很感动 第二 这个人一定是气魄很伟大的人 因为写伟大的气魄出现了 第三 这个人是拥有崇高情感 并且能够激发别人崇高情感的人 你知道这些评价怎么来的 不是我从脑子里面想出来的 而是我从文章里抓出来的 大家作业读题的时候做不对 就是因为你不会抓这种词 你之所以不会抓这种词 就是因为你的脑子里没有问题 没有那个最重要的问题 就读一篇写人的文章 最重要的问题就是那个作者到底是怎么看待这个人的 这个人他认为是什么特点 你只要有了这种意识 你就很容易找到这样的一些词 对不对 所以这是第一步在听显星海的作品 对他的评价就是精彩 感动 气魄伟大 情感崇高 对吧 是这样的一些评价 好 我们继续往后看 从那时起 我就开始想象 显星海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呢 我曾经想象他应该是木科加马达那样一味的 魁梧 其伟 沉默管言的人 你要注意 曾经想象他应该是那样的一个人吧 后面意思就是多半跟你的想象想法 对吧 我听到这样一个作品 我觉得哇 这么伟大的气魄 这么崇高的情感 这个人一定是长得很魁梧 很高大 沉默寡言 感情深沉这样的一个人 但是朋友告诉我 不是 显星海是中等身材 喜欢说笑 而且画匣子一打开就淘淘不绝 是个画牢 那这样的一个人 一下子让我感觉 怎么会是这样呢 跟我的想象有点不符 当然我还没有见过 那大家要注意 他为什么要写这一段 如果是一个魁梧 魁梧其伟沉默寡言的人 这个人其实跟你是有距离感的 对不对 你写的作品本来就很崇高 需要大家仰望 结果你整个人长得也需要大家仰望 那这个 这感觉我跟你之前就有距离了 但是别人告诉我说不是的 显星海是中等身材 为什么要写这句 这句通常就为它是一句废话 有同学写写 描写这个人物的时候怎么描写 他有一双不大不小的眼睛 不高不矮的这个个子 然后完事之后呢 鼻梁呢也不挺 但是也不趴 嘴巴不大也不小 耳朵不张也不合 都不知道你写这个东西干嘛 但是你要说 矛盾这个地方 为什么要写 显星海是一个中等身材 身材没有突出特点 为什么要写中等 很简单 就是为了告诉你 显星海看上去是个普通人 或者说他跟我们之间 其实没有那么大的距离 看上去就是个很普通的人 但是他普通的身体当中有着崇高的情感和伟大的气魄 而且喜欢说笑是一个跟别人很容易亲近的人 画匣子还是个画牢对不对 跟唐僧一样多不多 很能说你都有时候你都很难想说啊 这是显黄和大和唱的那个雄伟的音乐的人吗 所以他笔下的显星海还没有出场 就开始有点活了 就开始鲜活立体起来了 就不是简单的一个扁平的人物 这是在这个讲完说 我听听到这个显星海的作品之后 曾经想象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后来朋友告诉我说 他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啊 中等身材长得不高 完事之后呢 又很喜欢说笑 很喜欢逗闷子 这么一个人 下一段 我曾经见过马达的一副木课 马达前面提到啊 是一个木课家 是他的朋友了 一人扶案 一个人趴在桌子上 只比沉思 要注意这句话 沉思啊 我们的沉思老师就说一定在打喷嚏 说这个沉思就是 对吧 深沉的在思考 大的斗篷显得他的头部特小 两眼眯成一条线 这个人就是显星海 这个木课名字叫显星海作曲图 所以这个时候 你要注意了 矛盾在写什么呢 他在写他想象中 显星海到底是什么样 他为什么会去想象说 显星海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 为什么会对显星海这个老爷们发生兴趣 很简单 这是因为前面听到了他的黄河大合唱 感觉自己的灵魂受到了震撼 特别想要知道写出这样一部作品的人 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物 所以他又是在想象他的长相 又是去看到了一副买达的木课 看到了这个显星海作曲图 对不对 但是同时你要注意 他为什么要把这个作曲图单独写出来呢 因为说明在当时的矛盾的心里面 显星海是一个情感非常深沉的人 这是一个情感非常深沉的人 这是一个精神和灵魂非常厚重的人 所以他的感觉是趴在岸上 直笔沉思 眼睛捏成一条线 是这样的一个人 所以他后面又补充了说 这个木课家的用意不再写真 而在表现显星海作曲时的神韵 什么意思 就是真正的显星海长得不深沉 但是他的灵魂是很厚重深沉的 所以他要写说我见过一幅木课 虽然课的其实并不像 但是却表现了他的那种神韵 后面出现一句话说 他远不能满足我的好奇 这里有一句话现句子 后面是一道题 那什么叫他远不能满足我的好奇 就是我只是听别人说显星海中等身材 喜欢说笑 我只是看到了一个木课家马达给我课的 显星海作曲的一个图 但是光看到这些远远不能让我抚平心中的问号 就是显星海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到底长什么样子 他到底怎么说话的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性格特点的人呢 我觉得对这人特别有兴趣 但是我现在还没有见到他 所以他说远不能满足我的好奇 那你要明白为什么我对他这么好奇 前面写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我听了他的作品 受到了震撼 第二件事是我想象他长什么样 第三件事是我见到了马达的一幅木课 你说我好奇的原因到底是哪一件 百分之百是第一件 就是因为我听到作品受到震撼 所以我才会对这个人产生兴趣 才会去想象他长什么样子 才会去注意到那个木课当中的显星海长什么样子 对吗 所以当后面有一道提问 你说这个好奇的原因的时候 何总统也就不会做 就好奇的原因是 这个马达的这个木课课的并不像 沈星海的本人啊 有这么回答的 你就完全没弄明白这道题在问什么 你也完全没弄明白做的这个句子是什么意思 他的好奇的一切都是由第一部指纹其声未见其人引起的 只听到了显星海的作品 没有见到显星海这个人 好继续往后看 而这直到我读了显星海的自传才得到部分的满足 你要注意这是什么呢 这指的是前面的我的好奇 我好奇的内容就是显星海是个什么样的人 对不对 他的特点是什么 以及就如果我要对他评价 我想在在我的心中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这是我的好奇 而第二部是我要读他的自传了 所以你看矛盾写文章写的很有章法 一上来就是总述 说我其实跟显星海有三三个方面的交道 打交道打了三个方面 第一固然是我见到了他 我认识他 但是在认识他之前还发生了两点 一点是我听了他的作品 还没见他 一点是我读了他的自传还没见他 然后第三点才是我见到他 于是后面在写文章的时候 第一点就写我是怎么听他作品 听完之后对他产生兴趣 然后对他开始想象 显星海是个什么样的人 第二个部分就开始写说 我怎么读显星海的自传 读完之后如何的就不纯粹是想象了 对吧 他的自传就会交代说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经历过哪些事情 对吧 有一个自己对自己的描述 那就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了 不纯粹是想象了 有了一定的印象了 那这个时候你就是印象加想象 但是到了第三个部分 你就是纯印象 因为你见到了他本人 他都给你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所以矛盾写文章很有章法 这篇文章章法非常的 非常非常的这个完整 整篇文章的结构非常的清晰 部分的满足是什么意思呢 部分的满足就是 我终于知道了他的一些八卦 终于知道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大概啊 但是毕竟眼见为实 我还是没有见到这个人 还是对他有很多的兴趣 没有得到满足 很多的好奇 没有得到解释 所以说有一部分满足 有一部分没有满足 那第三部分 没满足那部分放哪 百分之百是要通过 见到显性海这个人之后 才能来实现的 对吗 所以我们读到这里 大概就知道这篇文章会怎么写下去 那一定就是 接下来要写他的自传 呈现出什么特点 我们就去找自传当中 读自传的时候 写显性海特点的词 写矛盾对显性海评价的词 然后再读第三部分 就是我见到显性海之后 他给我留下的印象 他的特点 以及我对他的评价 好我们继续往后看啊 从显性海的生活经历 我了解了他的作品 为什么有这样大的企图 OK那你说 他的生活经历 我是怎么知道的 是不是读自传 所以这一段 就是讲我读他的自传 我了解了他的作品 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气魄 所以你明白 他的作品 为什么有气魄 这个这句话 我画下的这句话 一定是作者好奇的内容之一 对不对 他说 哎 我对他很好奇 读了他的作品 读了他的自传之后 我好奇得到了一定的满足 我的好奇心得到了一定的满足 然后他再告诉你说 他的自传里面告诉了我 让我明白了他的作品 为什么这么有气魄 那你说他好奇的内容里面 肯定有一条是他为什么有气魄 他经历过哪些事情 他为什么这么有有这么大的气魄 有这么充高的心感 对吗 所以后面那道题说 好奇的内容是什么 你是不是又能做出来的 我们继续往后看 他做过饭店的糖果 做过这个 做过这个 火肤打砸乞丐 啥都干过 后面注意这句话 什么都做过的一个人 有两种可能 那你说百分之百的血腥海 是其中的一种 而另外一种 而另外一种 矛盾是为了凸显 血腥海这种的难能可贵 一种是被生活压倒 虽然有报复 只成为一场梦 另外一种是战胜的生活 他的报复不但实现 而且必将放出万丈光芒 那显星海百分之百是第二种 对不对 回忆一下 赞美一下 星海就是后一种人 所以你知道 在读完自传之后 矛盾对显星海的评价已经出来了 就是显星海是一个战胜生活 实现伟大报复的人 这个伟大这个词从哪来的 从万丈光芒这个词里面 化用出来的 战胜生活 战胜困苦的生活 实现伟大的报复 这就是这个矛盾在读完了 显星海的自传之后 得出来的一个评价 他说显星海是一个这样的人 因为他是一个这样的人 所以他能够具有这样伟大的欺负 他的作品能够这么的崇高 这么的有震撼力 我当时这样想 仿佛我和他已经是很熟悉的了 大约三个月后在西安 显星海突然来访我 你看是不是张法很严谨 这段写的是独自传 后面就开始写 我和他见面 我和他见面 那见面之后 我又会有新的印象 那个时候我正在后车南下 而他即将经过新疆赴苏联 当他进了我的房间 自己通了姓名的时候 我吃了一惊 呀 这就是显星海吗 我觉得很熟识 而也感到生疏 这道这个地方 我完全可以给你出一道题 当然 200年的北京中考没出 但是我完全可以给你出一道题 我熟识是说明什么 是是代表什么 为什么觉得熟识 生疏是为什么 或者说直接画现这个句子 你怎么来解释 怎么来理解这个句子 为什么说我觉得很熟识 而也感到生疏 那就很简单了 如果你能跟着我的思路走下来 熟识就是因为 你怎么突然讲了熟识了 不是你在那个肉铺里面 做熟了的食物 熟识是这个很了解 对不对 说为什么我觉得我很了解 小星海了 因为我听了他的作品 我知道他是一个作品当中 有伟大气魄的人 他是一个灵魂很崇高的人 我有读过他的自传 我在脑海当中想象过他无数次 我虽然没有见过他 但是我知道他做过什么 做过什么 做过什么 而且我自认为 我非常清晰的看懂了他 他是一个历经生活的磨难 最后成就了伟大的梦想的人 所以这是我觉得属实的原因 而感到生疏的原因是 毕竟我对他的想象 全部都是自己从脑海当中 蹦出来的 就没有见过这个人 脑海当中想象过无数次 他长什么样 他说发什么样 他身材如何 但是一见到的时候 一下懵了 原来是这个人 这个人第一次见 所以感到生疏 你看这种 这种题目 我们完全可以自己出题的 好 这种好看 我将这 坐在我对面的人 和马达木克中的人 做了比较 也和我读了他自传之后 在想象中描绘出来的人 做了比较 对吧 这就是说 我这个熟识和生疏的点 比较什么呢 比较就是我原来印象当中 哪些跟我印象相符 哪些跟我的想象不太一样 我差不多连应有的寒暄也忘记了 这句话什么意思 就是 我实在 我其实实在是在这个心里面 想见 想起来太多次了 见到之后很激动 然后又想要说 比较一下说 到底跟我想象当中的有什么不一样 竟然忘记了 两个人是第一次见面 应该简单还是一下啊 比如说客套两句 对不对 也没有客套 然而 显星海 却滔滔不绝的说了起来 果然是个话牢 对不对 很能讲啊 那这句话说明什么 说明显星海是一个 自来熟的人 这是我们今天的话术 当然用一个稍微顺面语一点的话 叫做 什么样的人呢 很亲切的人 对不对 跟你很亲切 就是没有任何架子的人啊 跟你之间很容易就聊得来的这样的一个人 而且滔滔不绝的讲 说明这个人是一个很积极 很向上的人 很有激情的人 如果一个人没有激情的话 绝对不会跟你滔滔不绝 你觉得这人无聊死了 你绝对不会说 啊 这个人好无聊 整天见了我就滔滔不绝的 一定不是这样的 一定是这个人好有激情 每次见到他就滔滔不绝的 如果觉得这个人很无聊 一定是怎么样的呢 这人好无聊 每次见到我都不说话 应该是这个样子 所以他的滔滔不绝 已经可以看出来 这个人的内心的情感很充沛 很有激情 第一次见人家就哗哗哗哗哗哗哗 说半天啊 他说起了他到苏联去的计划 讲他的民族交响乐的创作 那你注意他说了半天说的是什么 这个点就很重要 他讲了两个重要的点 一个是去苏联 一个是创作民族交响乐 说了这两个点 如果这个人滔滔不绝说的是怎么打牌 那这个人的水平性格特点 你一下子就明白了啊 这是一个不务正业的人 如果一个人滔滔不绝的说的是 民族交响乐的创作 你知道他是一个关心民族音乐的人 这个人讲的是我要去苏联 那你要知道 为什么他要去苏联 他去苏联是为了 他关注的点是什么 如果苏联有美女 你知道这个人是个喜欢美女的人 对不对 如果苏联是有大炮 他为了学习先进的开大炮技术 那去的苏联 你知道这个人是个战争狂热分子 如果他去苏联 也是为了学音乐 也是为了作曲 那你就明白 这个人的滔滔不绝 他的全部的激情都是出了音乐去的 当然后面会告诉你他为什么要去苏联 所以这个时候读到这 你要明白这个显星海是个很有激情 而且他的激情告诉你跟两个点有关 一是民族音乐 二是苏联 他的话我已经记不全了 可是他的那种气魄 却使我兴奋孤 这告诉你说 他是一个很有气魄的人 他说他以后的十年当中 将会全力的完成他的创作计划 全部他的话题都在围绕着音乐创作 我深信他一定能达到 因为他不但具有坚强的意志 伟大的魄力 而且又是那样的好学深思 勤于收集各地民谣的材料 他说他将在新疆逗留一年半载 尽量的收集各地民谣 然后再去苏联 所以你知道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 在矛盾的心里面 写星海的评价已经出现了 首先矛盾有直接评价的词 直接评价词是什么呢 有气魄 或者说意志坚强 魄力伟大 好学深思 勤劳 这都是这些词都是矛盾 怕你不明白 直接在文章里透露给你的词 你能不能抓出来 对不对 你就别读完整篇文章之后 人家说矛盾笔下的显星海 是个什么样的人 你还得自己去总结 那你这就文章就白读了 你肯定是从里面能够揪出来的 另外有一些东西是 他没有直接告诉你 但是你可以体会到的 比如说他的激情 他的激情洋溢 他的这个对待民族的热爱 怎么知道对待民族热爱 民族交响乐 对不对 各地民谣 收集各民族的歌谣 他是一个热爱着民族的 这个音乐的精华的这样一个人 对吧 所以你看整段文字写的非常的清晰 我们一旦把这些词找出来 就觉得很清晰 而这些东西全部是矛盾 见到他本人之后才知道的 在见他本人之前 听作品知道这是一个情感很崇高 这个灵魂很伟大 或者气魄很伟大的人 对不对 在看了他的自传之后 认识到这是一个生活经历很丰富 阅历很丰富 同时战胜了苦难的生活 成就了伟大梦想的人 但是在见到这个人之后 他发现这是一个滔滔不绝的 极有激情 热情洋溢的 热爱自己民族的 坚强的 有坚强意志 伟大魄力 同时好学深思 勤勤恳恳的人 你看每一层发生的每一件事情 都是不一样的 他的评价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最后他把所有的评价综合起来 才能得到一个对显星海的完整的评价 好我们继续往后看 现在我还记得他的民族交响乐的一部分计划 他将从海陆空三方面来描写我们祖国山河的美丽雄伟与博大 你看他写的这些全部都是什么呢 写的就是他两个特点 第一有气魄 第二有才华 对不对 就写有气魄 他写的是祖国山河的美丽雄伟与博大 这个很有气魄 然后也很有才华 他从海陆空三方面 狮子窝 陆地上 滑龙船 这是海上 水上或者说放风筝 这不是空中吗 这三种民间的娱乐知道热爱民族的东西 热爱传统的东西 为这伟大创作的 作为这伟大创作的笑 这个象征或者韵调 来描写祖国人民的生活理想和要求 又爱国 发现了吗 热爱祖国与民族 后面这句话说了 你预备在旅居苏联的时候写你的作品吗 不 我去苏联是学习 吸收他们的好东西 要写还得回中国来 所以你现在明白了 他为什么要去苏联 去苏联学习音乐 学习苏联音乐当中 值得我们民族音乐借鉴的东西 所以这个时候你回到前面这一段 你就明白 他滔滔不绝的讲的两件事情 全部都跟民族音乐有关 全部都跟创作民族音乐有关 一种是去借鉴别人的民族音乐 回来回到自己的国家来 另外一种就是 自己的这个民族交响音乐的创作 所以滔滔不绝说半天不是说吃什么 不是说喝什么 不是说玩什么 说的全是民族音乐创作 所以你就明白他心中对于民族音乐创作这样的东西 有多深的这种追求 有多大的这种激情 那矛盾就用这样的写法写出了一个爱国的爱民族的 才华横溢的也是同时当然热爱音乐的这样的一个显星海 对不对 然后继续看 那天我们的长谈是我和他的第一次见面 谁又料得到这就是最后一次啊 你要注意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这就明白了 从此之后矛盾再也没有见过显星海 当然显星海中间是出了事故啊 这个就这个死掉了就去世了 那他说要写还得回中国来 这句话今天还想在我耳边 谁又料得到他不能回来 就告诉你 明摆的告诉你说显星海已经不在人世了 已经回不来了 那你说这个时候矛盾对显星海的情感态度 会出现一个什么词 明显会出现一个词叫惋惜 或者叫痛惜 谁料得到这是最后一次 没有想到谁料得到他再也回不来 是不是有痛惜这种情感在里面 这种情感是很多同学在读这篇文章的时候 读不出来的 你老觉得说赞美就完了 这里面是有痛惜在的 痛惜从哪看出来 就是这一段能看出来痛惜 好继续往后看 这样一个人怎么就死了 这是不是还是痛惜啊 悲痛惋惜 昨晚我忽然这样想 当他在国境被阻而不得不步行万里 且经受生活的极端的困扰回莫斯科去的时候 他大概还觉得这一段不平凡的生活经历 又将使他的创作增加其力的色彩和声调 要是他不死 他一定会津津乐道这一番遭遇 这段话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在得知他去世的消息之后 我会去想说啊 这样的一个厄运 这样的一个苦难的经历 如果说他没有去世的话 一定又会从他嘴里滔滔不绝的讲出来 他会当成是一段很有意思的经历讲给你听 所以这个时候你明白 显星海以前他这样的困难 其实绝对不仅仅是这一次 他遭受过很多次 他是一个敢于不断的挑战生活 敢于直面生活困难的 而且是一个积极向上的人 他是一个善于把生活当中的苦难 转化成为这个创作的灵感 这样的一个人 对不对 他说如果他没死的话 这次又将给他提供新的创作灵感 这是一个很积极向上的人 热情洋溢的人 所以他会津津乐道这番遭遇 这是矛盾就突然这么想 现在我还是会这样想 要是我再遇到他 一开头他就会讲述这一段颠沛流利的生活 而且要说我经过中亚西亚 步行过万里 我看见了不少不少 我得到了许多题材 我做成曲子了 你看这是一个爱音乐 爱到痴狂的人 爱到他可以把生活当中的一切苦难 都化为他创作音乐的灵感的人 这就是矛盾对他的认识 所以哪怕他已经去世 哪怕他已经死了 矛盾说如果他活着 他一定会这么来描述 他遇到的这段厄运 这段苦难 时间永远不能磨灭 我们在西安的一席常谈 给我的印象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明白 他的印象是什么样子的 你就知道这个显性 还给他的印象是 永远热情洋溢 积极向上 对不对 永远爱着这个满心的爱着民族 爱着音乐 爱着创作 他心里的一切都是围绕着音乐创作 围绕着民族音乐的振兴去的 这是一个无视生活中的苦难 这样的一个人 当然矛盾 对他的死感到非常的痛惜 因为我们这是阅读理解题 大家在读阅读理解题的时候 我今天为什么没有给你去普及 显星海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因为不需要普及 所有的读理解题 如果他需要你知道背景才能读明白这篇文章的话 他就会自动的在底下给你一个注视 或者背景补充背景介绍 如果他没给你的话 意思就是你不需要知道显星海发生了具体发生了什么 也能读懂这篇文章 所以我们不要先入为主 先去了解这个显星海发生了什么 然后再过来读文章 没有这个必要 我们就把它当成一个从来没听说过的人 完全从头到尾读下来 一样能够把这个文章读得很清晰 好 最后一段话 一个具有伟大气魄抱有崇高理想的显星海 你看 这两个词是在哪里出现的印象 是不是在最早知道显星海的时候出现的印象 就是我在听到他的作品的时候 呈现出来的两个词 叫做伟大的气魄崇高的情感 那那是他作品给我的留下的印象 而在最后我在评价显星海整个人的时候 我也用到了这两个词 一个叫做伟大气魄 一个叫做崇高理想 说明他的作品跟这个人 是一致的 是合一的 是一体的 我们常说文如其人 这个显星海的作品 跟他的人的特点是一样的 这不但是一个创造出了伟大作品的人 同时也是一个拥有像作品当中的气魄 和情感一样伟大而崇高的人格的人 这就是矛盾在最后告诉你的 这个显星海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 他说他永远坐在我的对面 当然这是一个想象的 直到我眼不能见而不能听 只要我的神智还没有昏迷 他就永远活着 意思是他留给我的印象 他永远的在我的心里面 留给我的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 非常的让我崇敬 是一个这样的人 OK 好 这篇文章读完了 读完之后 我们从头到尾再顺一遍整个文章的 我们说作者思维最重要的两点 第一点就是他为什么写这文章 当然是因为他对显星海怀有某种情感 对不对 他对显星海怀有某种情感 这种情感我们今天知道 这是一种崇敬的 欣赏的 赞美的 同时对他的死感到惋惜的情感 感到痛惜的情感 第二 他是怎么写的这个文章 他怎么回忆的显星海 他包括说这个矛盾认为 显星海是什么样子的特点 矛盾很会写 因为他跟显星海其实只见过一面 你要注意这种回忆是很难写的 你去回忆一个 你只见过一面的人 就聊了几句 而且当时你还要坐火车 他也要远行 那肯定没有促膝长谈一晚上 肯定就是简单聊几句 你怎么能把这个人写 把他的特点写活了 你不能说 我听说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后来意见果不其然 那这就有点苍白无力 对不对 那怎么能把它写好呢 矛盾很会写 他写的是 我在见到他之前 听过 看过 我听的是他的作品 作品留给了我一个印象 同时激发了我的好奇心 我充满了对他的想象 然后我看的是他的自传 自传提供给了我一些素材 让我明白了他经历过哪些事情 解答了我心中的一部分疑惑 最后我再见到他 证实了我之前的种种的猜想 同时也给了我更多的原来所没有想过的认识 所以他是非常有层次的 用听用看用见 这三条线 把显性海立体的展示出来 而且展示的对吧 非常的丰富 但是又不杂了 那我们来看这个文章怎么写的 以上的第一段是不是总结 很会写啊 矛盾很会写 这段很少有同学会注意到 这其实是一个总结段 就总结什么呢 总结这篇文章我分三部分 先听过他的作品演奏 再读他的万言自传 最后跟他见面 但是他的这个写的很好玩 他说跟他见面的时候 我已经是听了他的作品演奏 读了他的万言自传了 那一次听演奏是怎么怎么样 然后读自传是怎么怎么样 最后见面是怎么怎么样 然后当然到最后显性海 听说他去世了之后说 如今这个什么样的显性海 永远活在我的心里 对吧 永远坐在我的对面啊 只要我的神志还健在 那么他就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整个文章的结构非常的清晰 所以矛盾是一个 写东西啊 这个体系感 结构感非常强的人 矛盾大家知道 这个中国很厉害的小说家啊 他在写这个子叶的时候 矛盾是一个体系感十足的作家 他的结构能力非常强 他在写子叶的时候会把这个对吧 大超大部头的这个小说啊 他的每一张包括每一个人物的之间的关系 全部会先写出来 然后把每一张卡卡卡就跟做音乐作品 矛盾也是一个音乐爱好者 喜欢搞音乐的人 喜欢作曲的人 他他的那种结构感是非常强的 到多少小节回来重新来一次 对吧 或者这节跟这节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一定不能杂乱无章啊 一会儿一句一会儿一句 那肯定是不行的 矛盾的这个写法是一个典型的啊 爱好音乐的人 或者说懂一些音乐的人 这样的一个人的写法啊 像矛盾一样的作家 外国还有一个叫米兰昆德拉的 他是一个特别特别典型的 喜欢用啊 音乐的节奏感和音乐的这种啊 就是乐曲的这种东西 这种感觉来写小说的人 矛盾也是一个 但是矛盾的这种写法比较中规中矩啊 就看上去有点像总分总 对不对 但其实呃 他的这个层次感很鲜明啊 层次感很鲜明 那这句这篇文章我们分析到这儿 其实就已经很清晰了 一显进海 你知道他怎么回忆的 嗯 一二三三步 每一步皆是一点 到最后一个大升华啊 最后重新扣回最初的印象 从始到终印象没有变 伟大的气魄 崇高的理想 伟大而崇高的人 伟大而崇高的作品 人和作品完全合一 对不对 这篇文章是不是读完了 读完之后忘你都忘不了啊 这个文章的写法也非常的好学 所以以后大家如果要去写一个人 你是不是不见到就非得说我第一次见他是什么样啊 不见到非得从这个时候开始写 你可以先写说未见其人的时候 我对这个人有个什么样的了解 大概有个什么样的印象 以及有个什么样的猜测 完事之后呢 我见到了这个人 我发现哪些地方跟我印象中相同 跟我想象中相同 哪些地方又不同 逐层逐层的揭开他的特点 就像包洋葱一样 对不对 一层一层拨开你的心啊 好 那最后我们来看后面的题目 第一题 作者在回忆想象海的过程当中 既写了想象中的想象海 也写了想象海留给他的印象 阅读文章填写表格 这个时候你一定要知道 填表格的时候 两列代表的是什么 这边写的是回忆 也就是发生的事 对不对 这回忆是不是发生的事情 哎呀 这个鼠标累死我了 这边是想象印象 也就是我的评价 我在心里面给他的评价 或者我认为他是什么样的人 这是事 这是情 我们可以简单用情 当然不完全准确啊 这是事 这是情 这是发生在实实在在的发生的东西 发生在客观实际的东西 这是在我心里面的东西 这是两个不一样的 那我们来看听黄河大合唱 读显星海自传 谁听谁读 当然是我 那么下面肯定是见显星海 对不对 所以这个答案你就可以写见到显星海本人 或者写在西安与显星海相见 这两个都可以 如果你直接答案见显星海本人是绝对不会给你扣分的 没有问题 好 看这一列 那每一次我对他的印象是什么样子 或者我对他的想象是什么样子 想象就是没有见到印象就是见到了 这是两个的区别 那听黄河大合唱我们知道是听完了之后 我们来看 这个时候说伟大的气魄 使人发生崇高的情感 这是作品带给他的感觉 那么接下来我便在想象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我曾经想象他是一个魁梧气味沉默寡言的人 是不是出现了 好 所以这条就要填在听完这个之后 填在这 然后读完他的自传我们怎么去找呢 读完自传之后找独自传这一段 你看 我了解了他的作品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气魄 什么都做过的一个人有两个可能 显然还是后面这个 那他是什么样的人呢 战胜生活实现伟大报复的人 光芒万丈万丈的报复 所以是一个这样的人 对不对 你看又出来答案了 当然第三条已经告诉你了啊 第三条说气魄伟大好选 深思热爱祖国 你知道怎么来的吗 这两条完全就是从文章当中摘的热爱祖国就是因为他不停的在提民族音乐 不停的在提说我去苏联市学习的要写还得回到中国来热爱祖国热爱民族对不对 你看所有的答案都是我们从文章当中能读出来的啊 真的不是说大家就凭空想象的如果一个凭空想象的题目是不可能有标准答案的既然有标准答案一定有获得他的途径 好我们来看第二题 阅读画线的句子结合文章的内容揣摩作者的好奇的原因和内容 好我们来看画线句子就是这句话 他永远不能满足我的好奇 他为什么会对显性爱产生好奇 你就看前面他跟显性爱有什么交集 你说你这个显性爱做曲图 因为我看到这个所以好奇 当然不对了 是因为我好奇所以看到这个 然后才觉得他不能满足我的好奇 对不对 所以跟这无关 你说因为我朋友告诉我显性爱是个中等身材 所以我好奇 肯定不对 正是因为我好奇 所以我才会想象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然后才会在意到朋友跟我说他的身材 那是因为什么呢 只有前面这一段 因为我听到他的作品之后 感动 觉得震撼 觉得这里面有伟大的气魄 使我发生崇高的情感 震撼洗涤我的灵魂 所以我对这个人产生了好奇 我对写这个作品的人有了好奇 对不对 所以这是你好奇的原因 对吧 那你好奇的内容是什么呢 就是显性爱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对吧 你看我曾经想象他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 其实就是这句话 从那时起我便在想象显性海是个怎样的人呢 就是这句 当然如果你更厉害一点 我为什么说更厉害一点 就是因为这点我从我从这个出题人的答案里面 我可以看出来出题人 他自己也没有想到这一点 就是好奇其实还有一层内容 就是他为什么这么牛 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气魄 这应该是第二个好奇的内容 好奇内容应该有两个 第一个是显性海到底是个怎样的人 就是这句话 所以他说我会去想象他的样子 打听他长得是不是很高 我会去看他的目课 关于他目课 我会去读他的自传 对不对 这是我好奇的内容一 好奇内容二是 他为什么这么有气魄呢 好奇内容二从哪来的呢 就来自于这句话 通过他的生活经历 我了解到了他的作品 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气魄 这一定是好奇内容二 因为前面告诉你说 读他的自传 让我满足了部分好奇 这一部分好奇就是这个点 他的作品 为什么有这么伟大的气魄 所以这道题如果我来回答 我会写两点 我会写两点内容 我写的会比参考答案上还多一点 我们来看参考答案 参考答案上面只写了一点内容 就是写出这个伟大作品的 显星海是一个怎样的人 这是他认为好奇的内容 好奇的原因跟我们想象的是一样的 但除了这点 我还会再写一条 就是为什么显星海 能够写出这么具有伟大气魄的作品 我会写这两条 当然这个初题人只写了一条 所以有时候你一旦站在一个初题人思维上 你就会发现初题人也不是万能的 有时候你如果站的高了 你会比他看的更透 但是不论如何你不会扣分 因为你看的比他更深 你不是看的比他更浅 如果我来初题这道题 我就会 第二个好奇内容 我就会制定两点答案 而如果你只答了一点 我就会给你一半的分数 当然这个就涉及到具体的初题人 初题的大佬们之间怎么去协商这个问题 好吧 我们来看最后一道题 第三题 简要的分析 作者是怎么把只见过一面的显星海 描写的生动而感人的 不超过150个字 你要注意这个问题写的 问的很奇怪 这道题大家一旦扣分 一般就是因为你不会拆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问的是 作者怎么把显星海写好的 如果你只读到这一层 那你就没读全 为什么呢 因为人家问的不是这个问题 人家问的是 明明只见了一面 怎么写好的 只见了一面 把它写好了 可能有两种方法 一种方法是 我就是写着仅仅一面写的特别好 虽然是这一面 但是这一面当中的神态行为 这个心理语言 包括外貌 我全都给你写了 写的方方面面 写的很周到 虽然是一面 但是一面剩千面 所以可以写的很好 这是一种可能 还有一种可能是 虽然我只见了一面 但是除了见面之外 别的时候 我已经对他有一些了解了 那些时候 我对他的了解 虽然还没有见面 但是已经可以表现这个人的特点 就好像红楼梦当中 这个王熙凤还没出场 笑声先传过来了 对不对 如果我还可以这么写 如果我这么写的话 是不是也能把 仅仅见过一面的一个人 写的生动感人呢 当然这道题的答案 事理有两个 就是你只要答出任何一层都可以 因为矛盾在这个文章中 两层都做到了 第一 他虽然只见过一面 但是这一面 他写的非常非常的详细 这就是事理二 他的这个答题思路 虽然只见了一面 但是印象很深刻 详细的记述了这个见面的情景 写了他的谈吐 写了他的内容 生动的刻画了一个什么样的人 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所以只见一面 也能写的生动感人 而事理一的这个思路就是 虽然只见了一面 但是除了见面之外 他还写了见面之前的听到他的作品的感觉 还写了看到他的自传的感觉 还写了自己印象当中的各种想象 所以仅仅见过一面 却仍然生动感人 很丰满 对不对 这叫做正面描写和侧面描写相结合 因为只见一面就是正面描写 或者直接表现 侧面描写就是我没见到人 我听说或者我通过别的途径来了解 那就是侧面描写 这样的话也能把一个东西写的很生动 所以回过头来 你就明白这种题该怎么回答了 那同样的 这道题给我们的启示是 我们在写人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 是不是可以用相同的写法 我通过写写人啊 因为你们在这个小初阶段写文章 主要写 尤其写继续文章 主要就是去写人嘛 那你写人的时候怎么把人写好呢 有东西就写的很单调 写一个人八件事 没有用 你其实只要写两个东西就行了 第一是一个人的一件事一定要写透 在这一件事里面 不是为了讲这个故事 而是为了通过写这个事 表达这个人的特点 你想想矛盾是怎么写的 他没有一句话脱离了险星海的特点 没有一句话脱离了自己对险星海的评价 对不对 要这么去写 把一件事写透 就哪怕只见过一面 你把这一面写透 这是正面描写 同时你要善于用侧面描写 就是不见得非得去写 发生在这个人身上的事情 你可以去写这个人的作品 可以去写这个人的表现 可以去写别人对他的评价 可以去写他留给大家的印象等等等等 通过侧面的部分 或者你听到的传闻 通过这些东西 你去把这个人的特点再表现一次 这就特别像 水浮传里面写任何一个英雄的时候 也会分成这么两部 一部是比如说写凌冲 一部直接表现凌冲的故事 另外一部 你可以是通过其他人的嘴巴里面说出来的凌冲 了解到凌冲是个什么样的人 对不对 你看这样这个凌冲是不是就活了 你不见得把天天把这个凌冲从小到大吃喝拉撒睡全写一遍 没有那个必要的 所以我们写人最重要的是写魂 写灵魂 写神 这是最重要的 这个神是什么 这个魂是什么 就是这个人的最本质的精神特点 以及这个人的留给别人的印象和你对他的评价 而写人的文章全部都是在表达这个的 好 我们今天正好这一讲讲到这里 就要结束了 那最后呢 依然提醒大家 尤其是刚报名的同学 有些同学刚报名 记得我们进群 唯一的加权方式是通过班主任的验证 当然这个我们周二周五发送短信 如果你